五七神龍市 台灣新聞名還另外的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再度邀請另一位 高雄市美龍區的龍會總幹事 非常年輕 鍾清輝先生 鍾總幹事 歡迎麗玲 謝謝 胡忠信胡大哥 過我們神龍市的好朋友大家好 好 感謝 我們對美龍的了解 來自鍾禮盒的小說 我在大學時候 鍾禮盒小說重新出土 我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我們今天要介紹 美龍的人文 景觀 歷史 紋路 當然也包括農產品 我們來看一段美龍的介紹 天氣慢慢轉熱的五月 南台灣美農稻鐵已經悄悄吐碎 當金黃飽滿的稻子 讓稻桿低下頭時 就是農民歡呼收割的時刻 只是這一塊田區不見農民採收的身影 取而代之的 是兩名農會人員不停來回穿梭 就是農民採收之前 我們會先來採回去做農藥快篩檢驗 確認農藥無殘留 或者是符合標準 然後假如檢驗沒過的話 我們會請他延後採收 然後我們會再來採一次回去 再驗一次 看有沒有符合標準 這是美農農會的新變革 搶在農民收割之前先派員採樣 通過農藥測試才能採收 而美農地區超過1500塊的田區 全靠他們一株一株採樣回來 大約就是我們會拉七八株 然後這個量就是夠檢驗的量 蠻辛苦的而且很熱 定著35度的高溫 在毫無遮蔽的田間取樣 汗水早逝乾了濕 濕了乾 特別的是採樣的田區 前面還掛了一塊名牌 這個牌子你看這上面 它有這個地段跟地號 才知道說這個區塊 跟那個農會是配合的那個專區 如同田區的身分證 農戶是誰 品種為何 土地段落 寫得一清二楚 只是自家農田採收之前 還得經過採樣考驗 農民成哥看起來倒是老神在在 其實差在哪裡 第一個我們是水人桶 水就最好 比人家好 怎麼樣 乾淨啊 我們這上野都沒有工廠 進來第一個平原就是我們這邊 美農號稱是高手的米艙 灌溉水源來自純淨的老農溪 穿過百年歷史的獅子頭水尊 滋養了大地 也讓美農成為高雄稻米 種植面積最大的區域 2011年 美農開始種植高雄147號米 這種米口感極佳 聞起來還帶有濃厚的芋頭香 深厚的底子 讓農輝以氣作的方式 鼓勵農民種植 一般的工糧只有在25塊吧 這個氣作的部分的話 是在1公斤在28塊這樣子 以高於市價收購高雄147號米 就是為了讓農民有更好的收益 而為了維持147號米的良好品質 農輝更是重磅初級 這一台是我們147的專屬割稻雞 身價超過300萬的割稻雞 今天首次出征 掛上專屬布條 更顯得威風玲玲 因為我們美農不只種147品種 也還有種很多公糧品種 如果說我們沒有把147的割稻雞 跟其他的品種分開來的話 我們比較怕說在收割的期間 會參雜到別的品種 為了保持協同的純粹 高雄147號米 擁有專屬的農地和機具 但是否能夠下田採收 最終依舊取決於實驗室結果 肉眼當然看不出來 它的殘留的程度 當然我們會做一些取樣的動作 然後進到我們的機器裡面 去做它的預製率的 數值的一些觀察 如果是超過35% 數值35以上的話 其實就是不合格了 我們就會通知農民延後採收 這是昨天的樣品 看來這一個都合格 去年的檢驗報告來講的話 合格率有九成以上 科學化檢驗到嚴格的田間館裡 過關斬將的高雄147號米 最終才能灌上美農米的稱號 而這一粒粒得來不易的晶瑩剔透 正代表著美農人的驕傲 每次我看到我們節目記者 所採訪的影片 那麼優美的台灣土地稻田 我都心深感動 但是我也心深感慨說 我們怎麼過去都沒有報道 我們怎麼沒有忘掉它們存在 榮為國本 我們今天來賓 鍾青薇先生 他大學畢業以後 學工業工程 在精密工業工作台中 什麼感想 美農他經過三個階段 離木 離煙 然後進入日本人所謂的 極限村落 把這段歷史跟大家分享請 好 我想我在1994年回到美農 過其實我們美農的農村 我想大家以前 剛才主持人也有講 大家對我們最有印象的 在文化方面 大概就是我們中理和文學家 另外我們在農業 這個產業區塊的部分 我們有兩大最重要的 農村禁忌的產業 第一個就是種植菸草 第二個就是養豬 可是因為我們在2000年的時候 我們的有一個水源保護區的政策 造成了我們的梨木 所以我們豬就不能養了 加入WTO以後 在2002年加入WTO以後 我們原本美農種植的菸草的面積 最高的時候曾經高達2000公頃 可是菸草 因為加入WTO以後 供賣制度廢除 所以種植的一個面積 也是逐年的下滑 那這樣整個的美農農村的 經濟上的兩大支柱 一個是種 岩草 一個是養豬 完全被掏空 所以一直 那我覺得整個美農的農村 只有只剩下老人家 所以類似就像日本的 極限村落的一個情景就出現了 什麼叫做極限村落 這個日語 對 極限村落的意思就是說 整個農村 完全沒有年輕人願意留下來 所以整個農村完全就整個都沒有活力 我到日本旅遊的時候 有時候到一些 像一些世國或是本座的很鄉下 真的是極限村落 只剩下老人 美農有沒有跟日本極限村落一樣 其實目前已經慢慢的恢復 我們農村再生以後 我覺得說我們美農 已經漸漸的去恢復它的生氣 好 我們台灣加入WTO全球化以後 美農那麼小的 過去是個小鎮 小鎮風情 還是堅持要種植稻米 然後稻米就剛剛我們介紹的 剛剛很美的稻田 高雄147 來 產生最香 有各種品管非常好的 還有什麼血統 還有DNA認證的 來 介紹高雄147 請 好 其實我想說 每個地區都是好山好水 每個地區種的都是好米 可是我們美農的高雄147的一個 整個的一個產品的出來的時候 我們是採取四地四種的一個情況之下 像剛才我們畫面裡面有看到 我們有專屬的各道集 因為現在稻米的 其實它有一個血統 目前我們要標示這個品種 我們不能隨便亂標示 因為有進口米混雜的疑慮的時候 所以我們要標明它產地的時候 所以我們在這個稻米產業的部分 我們從它育苗開始 到種植 採收 烘干 包裝 加工 整個的流程裡面 我們全部都是希望能夠維持 高雄147米的存證 那我們對消費者來講的話 我高雄147米就是高雄147米 那我不能去混雜其他的品種 來達到欺騙消費者的一個行為 你們有一種聰明教股法跟米存折 來 現場秀一下 這是美濃特別研發出來的 是什麼 對 其實我們前面有一個 我們的一個米存折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都知道 美濃平原大概種植稻米 有1500公頃 那現在也到了收割的季節 今天我們也開始 已經開始收割稻穀的 常常我們每次在收割稻穀的時候 農民就會發現說 都會有繳交公糧的一些 產生一些問題 我們美濃我就發現到說 我們農民在繳交公糧的過程之中 因為它有限制繳交 一分地可以繳交多少公斤的數量 那抄出來的稻穀的時候 變成它就會降低價格 去賣到市面上去 所以我就認為說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 聰明繳股法的方式 第一個 讓農民很清楚的知道說 它在什麼價格之下 它來繳交公糧 它是可以賣到比較高的收益 那在什麼情況之下 它可能就賣到市面上去 那另外除了這樣以外 我們也覺得說 骨見商農 可是農民也要去買米吃 那如果它稻穀賣到不好的價格 可是它去買米的時候 又買到貴的米 我覺得這樣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我就認為說 那比喻來講的話 我們多出來了100公斤的稻穀 如果我們繳交政府的價格 它只能繳交21.6塊錢 它只能賣到2160塊 可是如果它換算成 它不要繳交這個稻穀 換算成去領我的米 高雄一時期的米來吃的話 它可以領的米的價值 是超過3000塊的 所以其實我們也建議農民 如果你不只能選擇賣股 你也可以選擇賣米 如果你有能力去行銷米的時候 那你也可以去選擇賣米 這一個 這是你研發出來的聰明繳股法嗎 對 這是我告訴我們的農民 要把稻穀如何去賣 才能夠賣到好的價錢 貴也為了推廣我們國產的豪米 高雄一時期的豪米 透過米存折這個概念 來讓我們農民可以避免 骨件傷農 米貴也傷農 稻米的產值低 但是為什麼你堅持美農小生 仍然要產米 為什麼 其實我想說加入WTO以後 每年要進口很多的一個稻米 我想農民最受到 首先受到衝擊的就是稻農 可是稻農往往就是以老農為主體 那我們常常會去想說 那老農為什麼都還要種到 它不能種一些其他的作物嗎 可是這個就是 我們為什麼要去照顧老農的部分 所以我會覺得 只要我們能夠把老農照顧好 把稻農這個區塊 把它照顧好的話 我們農村就會非常的穩定 而且美農的 我來引述資料 美農的竊作規則 竊作面積320公頃 有378位農友 都是你們這樣一起努力來 來 介紹有關稻米的商品 好嗎 來請 好 這些就是我們美農高雄147的 相關的一些產品 它有分為不同的一個 共金屬的一個不同的一個包裝 還有呢 研發性的商品有沒有稻米 沒有 我們大概 我們的米的部分是這樣 好 米香 如果你要取消高雄147 它跟其他地方的稻米 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好 常常有人問我說 到底是佐水溪米好吃 還是慈喪米好吃 還是美農米好吃 可是我都會告訴他們一個部分 來自於美農平原的美農米 它的每一顆我都可以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的保證 它是來自於美農平原 我覺得每一個地區的米都有它的特色 也都有它品種的特色 可是我要對我們的消費者負責 所以為什麼我們剛才講說 我們從疫苗廠的管理 到後面的採收包裝 為什麼全部都是要非常的嚴謹 就是希望美農米就是美農米 也許它不是最好吃的米 可是它對消費者而言 它是真正的 每一顆都來自美農平原 好 不只道明 你還對這個美農的雜糧 你也造成美農雜糧的 復興怎麼做 好 其實我們剛才有講到說 我們交到WTO以後 我們首先要面對老農的穩定問題 那種植最多面積 老農種植最多面積的 第一個就是稻米 第二個就是紅豆 雜糧 那我們在美農推的雜糧裡面 面積最大就是紅豆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美農有產紅豆 他們大家都知道說 紅豆就是萬丹 所以我們高雄的大農 其實我們美農種植的紅豆面積 是全省第二大 僅次於萬丹 有1200公頃 對 有1200公頃 那麼多的一個紅豆 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中 當然也是因為 菸業不能種了以後 所以我們很多農民 去轉做這一個紅豆 你們做友善耕作 為什麼紅豆要友善耕作 好 其實老實講的話 因為屏東他們的 紅豆的一個產業 在我們之前 我們是後菸業時代 才在發展這樣紅豆 所以我覺得說 那我們就是要做一些改變 那改變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採取友善耕作的方式 所以其實政府在還沒有推 禁止巴拉掛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早 我們就已經 農會就首先已經 很早就已經在做了 好 還有你們在2013年 通過產銷履歷驗證 怎麼做到的 其實老農要做到產銷履歷驗證 一般的人會覺得說可能嗎 可是我們覺得說 我們要在紅豆產業裡面 要殺出一條新的活路來講的話 那我們就是覺得說 我們老農就是要走出改變 要有別於其他地區 所以我們整個 美農紅豆產銷履歷的面積 其實是全省最多的 好 包括我們看到那部 割稻機也是 胡中醫署長買了送你們的 對 農糧署 對 其實有很多的 包含稻米的也好 或紅豆的採收機也好 其實這些作物來講的話 其實都是這幾年 透過政府的大型農機具的補助 讓我們的農民可以在收穫的時候 取得更大的方便 請你介紹紅豆的相關產品好嗎 你用這個機會來向全國行銷 這也是我們的紅豆的一些 相關的一個小包裝的一個產品 好 還有我們的紅豆以外 還有黃豆跟黑豆 還有黃豆 黑豆 對 其實我們希望說 整個美農平原的雜糧的復興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種植 紅豆的面積已經夠多了 那黃豆跟黑豆又是我們 我們國內所欠缺的 可是由於進口的價格比較低 可是我覺得在整個雜糧的 一個發展上 紅豆 黃豆 黑豆 我們希望它有50% 30% 20% 這樣的一個配比 讓我們整個雜糧不要偏向於一個部分 你說像雲林軒的赤童 也是堅持要種國產的黃豆 然後也做了飛機改的黃豆食品 我們來介紹有名就是前一陣選舉 誤會了 以為是白玉蘿蔔腿 講成白玉苦瓜 其實都一樣 也有白玉苦瓜 也有白玉蘿蔔腿 先介紹白玉蘿蔔腿 被稱為窮人的人生 為什麼 好 其實以前我們的田區裡面 主要是種煙草 可是我們客家人或我們的農民 他們非常的勤奮 只要在水利地或田邊 只要有一些小小的雞林地 他們就覺得說我不要浪費 只要有土地的地方 他就要種一些東西 其實我們的白玉蘿蔔 以前是種在那些雞林地 可是由於煙葉 它已經走出我們的歷史了 那白玉蘿蔔從配角 反而到主要的田區裡面去種植 所以整個的白玉蘿蔔的產生到後來 為什麼會達到300公頃左右的一個面積 也就是從配角變主角 你們還有一個叫做蘿蔔股東會 是什麼 請你介紹好嗎 好 我們的蘿蔔股東會就是 因為我們發現現在的農民來講的話 他年紀偏大了 可是他如果要去種植蘿蔔 要自己去採收蘿蔔的時候 他會非常的累 所以我們推出一個蘿蔔股東會的 一個任股的活動 就是希望透過我們外地的遊客 到美農來幫忙拔蘿蔔體驗 農民採收蘿蔔是非常辛苦的 可是遊客來拔蘿蔔 他們拔得非常開心 所以我們就透過這樣一個 蘿蔔股東會的一個方式 來吸引遊客 這個民眾的任股流程簡單介紹 他只要在我們的一些 我們農會的郵政商城的一個網站 或我們農會的網站 加入會員就可以了 他可以選定他體驗的作物 那我們除了蘿蔔以外 他也還有毛豆 那我們就可以選擇說 那我要買幾股 其實一般一個股數來講的話 可以適合六到八人 所以可以有兩個家庭的人去 或只要在我們農會的一些手續上完成 就非常簡單 就可以完成我們的蘿蔔股東會的一個任股 好 你們這邊有哪些蘿蔔的商品 好 我們這邊蘿蔔的商品 有包含我們的老蘿蔔 還有我們的蘿蔔乾 或還有等一下要煮的我們的老蘿蔔雞湯 好 那個美農的老蘿蔔 特別好吃在哪裡 好 其實剛才我們有講到了 我們美農的白玉蘿蔔 跟一般的蘿蔔不一樣 我們早期我們的蘿蔔是屬於細長型的 所以叫小蘿蔔 那很多人講說你蘿蔔腿 蘿蔔腿以前是顯靈加腿粗 所以叫蘿蔔腿 那如果講說美農白玉蘿蔔腿的話 就表示你是非常繡長的 所以不過這樣的一個蘿蔔 其實它因為它比較鮮嫩 所以它不太適合儲存運輸 那在這樣的過程之中 我們客家人的飲食文化裡面 就是非常節儉 那我們生鮮的蘿蔔 最簡單可以煮老蘿蔔排骨湯 那就老一點的 它可以做成醃製的蘿蔔 那更久的我們為了保存不要浪費 那我們就會做成黑金老蘿蔔 那黑金老蘿蔔的話 它存放的年限越久的話 它就越值錢 好 我們就來試喝一下老蘿蔔雞湯 介紹我們怎麼吃 什麼享用 其實我們的老蘿蔔雞湯 最重要的是它的湯 因為我們的老蘿蔔 它是存放非常久 其實它如果放到20年以後 30年以後 它其實可能黑的跟木炭一樣 對 過我們的老蘿蔔雞湯 尤其像我們的胡大哥 你常常主持節目 它這個對蘿蔔是非常有幫助的 好 請大家看看 我這個 你看這個真的是 跟黑的跟木炭一樣 我來試看看這個湯 入口即化 對 所以我們老蘿蔔雞湯的話 它主要是品嘗它的一個湯頭 非常好喝 對 我是第一次吃 我第一次吃美容的那個 真的嗎 我沒有吃過 那下次我們那個 因為我們胡老的沒有這個作法 胡老菜沒有這個作法 下次我們去美容拔蘿蔔 體驗的時候有沒有 那時候就可以吃到 三代同堂的老蘿蔔雞湯 因為我們目前就比較沒有 現在目前沒有新鮮的蘿蔔 好 像名嘴如果多喝這個湯 你情緒會好一點 就不會互面情緒 這個對潤沸喉咙一定有幫助 對 請問你總共把白玉蘿蔔 然後曬乾 然後變成黑金 如果一斤多少錢 其實我們白玉蘿蔔 如果便宜的時候 它可能一斤不到10塊錢 可是你變成我們的黑金老蘿蔔的時候 從白變黑以後 它可以一斤高達1000元 甚至更高的價值 那可以要儲存多久幾年 儲存的部分 我們一般能夠叫老蘿蔔的 一定要儲存五年以上 我們才敢叫老蘿蔔 對 那有沒有 我聽說有儲存十年的是不是 對 你怎麼做要儲存十年的 其實這個老實講的話 它儲存幾年 目前可能還沒有盡定的方式 可是這個就是 像以我們農會來講的話 我們就很確定 我們是在哪一年所儲存的一個老蘿蔔 我們自己農會是百分之百確認 是哪一個年份 如果外面的商家的話 有的時候他們會號稱說 我的是幾十年幾十年的 這個我們老實講 我們這個就是不可靠 我們下一集要談綠色的照顧老蘿 還有怎麼鼓勵青龍下鄉 我們非常謝謝這個中總幹事 非常精采 以及介紹美容好的產品 謝謝你 謝謝 下一場見 謝謝 謝謝 祖大哥 謝謝